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周报 本季周报涵盖了自2022年5月30日 至6月5日的内容 我是今天的主播Ruby 马斯克称特斯拉计划裁员10% 出于对全球经济的担忧 特斯拉计划裁员10% 该公司曾大举招聘 仅一年内员工人数就增加了45% 这让人不及联想到此前 马斯克在给员工的内部邮件中表示 将辞退不愿意回到公司工作的员工 消息公开后 上周五特斯拉收跌近10% 勉强守住了700美元的大关 美国就业报告公布后 股市下跌 美国股市上周五下跌 道指上周五下跌1% 标普500指数跌1.6%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2.5% 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 美国上个月增加了39万个就业岗位 这是自去年4月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 而失业率仍为3.6% 工资同比增长5.2% 低于4月份的5.5% 上周美国三大估值收跌于0.9% 标普500指数收于4108点 一周下跌1.02% 成分股中涨幅前三名分别为 Selforce CIM软件公司涨12% Under Armour体育零售公司涨7.4% 以及SEDG半导体公司涨6.4% 跌幅前三名分别为AEL 半导体公司跌10.5% BBWI零售商跌10.2% 以及ILMN生命科学公司跌9.7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12012点 一周下跌1% 成分股中涨幅前三名分别为 OKTA网络安全公司涨14.3% DDOG软件商涨7.5% 以及亚马逊电商涨6.2% 跌幅前三名分别为ILMN生命科学公司跌9.7% IEGN生物技术公司跌9% 以及特斯拉电动车公司跌7.3% 亚马逊负责消费者业务的首席执行官离职 亚马逊公司的消费者首席执行官戴夫克拉克 周五披露了离开公司的计划 这意味着掌管这家科技巨头 在疫情期间物流扩张的一名关键高管理职 克拉克在亚马逊工作了23年 在2021年1月之前 一直负责亚马逊的物流业 去年他被晋升为 该公司消费者部门的首席执行官 领导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招聘热潮 并扩建了庞大的配送网络 这部报指着市长欢讯 美元涨时战缓 因经济数据洗油参半 衡量美元对一篮子16种货币的 华尔街之报美元指数 较五月份的高点下跌了约2% 上个月下跌了1.1% 上周上涨了0.6% 今年美国和欧洲IPO市值 同比减少了90% 数据显示 在2022年的前五个月 美国和欧洲仅有157家公司上市 筹集179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有628家公司上市 筹集了1920亿美元 俄乌战争通胀和利率的不断上升 迫使大部分企业搁置其上市计划 美国或允许更多的伊朗石油流入市场 最大的独立原油交易商Vito表示 即使伊朗不重启2015年的核协议 美国也可能允许更多受到制裁的伊朗石油 进入全球市场 消息源称 为了帮助降低石油价格 美国可能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市场预期澳大利亚将继续加息 经济学家预计 澳大利亚央行将在本周二连续加息 这将是12年来的首次 市场争论的焦点则是加息的规模 彤博社调查的23位经济学家中 11位预期加息40个基点 3位预期加息50个基点 其余9位预期加息25个基点 就我们看一下大宗商品市场 美国WTI收入120.87美元 周上涨3.3% 天然气8.83美元 涨4.71% 核原料釉50.7美元 涨1.8亿 煤炭412.5美元 涨2.36% 黄金1852.6美元 跌0.12% 铜4.4775美元 涨4.03% 铁矿石 144.12美元 涨7.72% 以下是今日新闻的信息来源 蜜蜂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家业长青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